关于一个车辆的通关方面,因为很多朋友都关心到一些有两地牌的一个司机,他人就可以过到,车辆早前是因为一些口岸的车道设施,是未准备好,所以就未能够通关的。 这方面,特区政府都已经积极地跟广东省珠海市的一些有关部门去沟通协商,在这几天内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,到时候两地牌的司机可以驾驶他的车辆,又经澳珠口岸进入珠海。